今年种了佛手瓜 本来想好好介绍一下种植过程 分享一下经验的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种植佛手瓜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再说说原因吧 像我这种北方人 打小是没吃过佛手瓜的 出国之前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 第一次吃佛手瓜是来到美国后 在超市里看到 出于好奇 想尝尝味道 于是就买了回来 超市的佛手瓜 都是那种光皮无刺的品种 据说绝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产的 很多人都说佛手瓜特别好吃 我买的这些不知道是老了 还是存放时间太长了 总之炒过之后味道非常一般 没吃几口就吃不下去了 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吃佛手瓜的念头 后来喜欢上了种菜 一发不可收拾 从阳台盆栽种植开始 到搬家后 开始按照一米菜园的理念 使用身高的小菜床 后来觉得还是不过瘾 又一点一点开辟了越来越大的菜园 还自建了大棚 这一种就是十年 这期间各种蔬菜瓜果 只要是能种的 几乎都尝试着种了个遍 唯独对佛手瓜 还是没有提起足够的兴趣来尝试一下 后来在各种群里面 发现很多人都在讨论佛手瓜 也有很多人在尝试着种植 交流的非常热闹 讨论和种植的人多了 自然就会有很多人到处找佛手瓜的种瓜 特别是有次的佛手瓜的品种 原因是很多人尝试种植了那些 无次光皮的墨西哥品种之后 发现还没到结出瓜来 双冻日就到了 于是种了半年 只收获了龙须菜 佛手瓜的影子都没见着 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嫩净嫩哑 有人好这口的 种来吃龙须菜也挺开心 估计就像我种豌豆吃豌豆尖的那种感觉 那些光皮的佛手瓜品种 适合于南方温暖的地方 全年无双 或者是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无双的 在我们这种无双种植期 只有一百八十几天的区域是没法长到瓜果成熟的 有人失败就有人成功 也有失败后又成功的 成功的基本上都是种了有次品种的佛手瓜 有些人乐于展示 就会发一些爬满瓜架 结了上百个佛手瓜的照片 当然是引来一片的赞扬了 我也是看了这些展示之后 才又重新开始考虑种一下佛手瓜的 主要是被上百个瓜给震撼到了 觉得非常有意思 想尝试一下 这个时候对吃它其实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我们的运气非常好 因为周围有同样热爱园艺又神通广大的朋友 春天的时候很容易就从朋友那里 得到了两颗有次佛手瓜的种瓜 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保证能在一百八十天的无双生长期内收获很多瓜的 这两个种瓜在拿来的时候已经发芽了 我把它们放在室内 等到中双日过后一两周的时候 大概就是五月初 我就给它们移栽到户外了 那个时候佛手瓜的芽子已经有很多了 是一颗种瓜上发了很多的芽 最大的有四十多厘米长 移栽之后 最长的芽苗长出的藤蔓比较弱 被风一吹给折断了 出师不力 好在发出的芽点很多 其中也不乏长得矮壮 看着非常健康的 我果断的把这个折断的最长的藤蔓给剪掉了 从剩下的芽苗里挑了一个最壮长是最好的留下来 其余的一个不留 全部清除掉了 我种佛手瓜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 和我种丝瓜的套路类似 就是大水大肥伺候 充足的有机平衡肥底肥 加上藤蔓上架后 以及做瓜后各一次的追肥 同时及时剪掉根部新发的芽子 并打掉腰部以下的侧枝 基本就做了这些工作 照顾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有时候还会一两周都忘记浇水 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 整个过程也没看见任何的病虫害 抗病虫害的能力比丝瓜和苦瓜还要厉害 种佛手瓜可能需要耐心 因为一栽之后 它就一直长藤蔓 不见开花结果 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 感觉连藤蔓都停止生长了 佛手瓜真的不像丝瓜和苦瓜那样 入压的时候就会开花结果 然后有一个收获的高峰 之后入秋了 还会有第二波的高峰 佛手瓜就一直默默的长藤蔓 或者天热的时候 就静静的不再发生明显的变化 那个时候等的还是挺着急的 心里没底 不知道180天的无双生长期到底够不够 还能不能收获佛手瓜 别像我们以前种百香果那样 最后就是看一眼它开花 然后就霜冻了 有人喜欢吃龙须菜 刚好整直整慢的时候收一些下来 这样也不至于是完全枯燥的等待 我们是没有打算吃龙须菜的 菜园里面的蔬菜已经足够多了 那个龙须菜处理起来也有点费时间 还是就这样枯燥的等待的瓜果吧 时间长了 后来也就慢慢的失去了对佛手瓜的关注 9月初的某一天 经过佛手瓜架的时候 突然发现头顶上有几个膨大了的佛手瓜 有的个头已经很大了 感觉能吃了 于是迫不及待的摘了两个 回家切片给炒着吃了 这下彻底颠覆了我对佛手瓜的认知 原来这东西也可以这么好吃 嫩嫩的脆脆的透着一股特殊的香味 这让我对它产生了说不出的好感 难道我以前在超市买的佛手瓜都是假的吗 自己种的佛手瓜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超市的要好了几个数量级 说实话我今年第一次种佛手瓜 原本就是种着玩的 也没怎么上心 也没什么时间认真管理 没想到我对它挨大不理 它却给我涌全相报 不仅瓜特别好吃 还非常能结 粗算起来从9月有收获开始 一直到10月中旬 陆陆续续摘掉的瓜 加上藤蔓上留下的 能吃的也有将近100个了 看来每颗瓜结上50多个 算是常规情况了 难怪有些朋友动不动就会说 每颗能结上百个 现在看来如果好好管理的话 也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不过接下来可能就会发愁 结了那么多瓜该怎么保存呢 我以前冬天保存萝卜的时候 挖过地窖 把萝卜放在地窖里 用纸盖住 或者是埋在沙子里 能存放很久 不过后来地窖的位置 有别的用途 就被我给填平了 也许将来再挖一个吧 这样保存萝卜 浮手瓜之类的就比较容易了 现在我都是在车库保存 姜 萝卜和土豆之类的 直接放容易干掉 装在纸袋子里 或者用纸包一下 再放到纸箱里保存 会更好一点 当然比这更好的 要数埋在沙子里储藏了 我查了下 佛手瓜比较适宜的储藏温度 是在5到10摄氏度 摘下瓜后 我先把它们在 阴凉通风的地方放上一阵子 然后找个箱子 装上沙子放在车库里面 把佛手瓜埋在沙子里面保存 嫩一些的佛手瓜会被陆续吃掉 稍微老一些的就留作种瓜 第二年接着种植了 这就是我和佛手瓜的故事了 说了这么多 最后再说说 为什么我不想把这期视频 作为种植经验介绍吧 原因之一就是 第一次种佛手瓜 确实没什么特别的经验可谈 我就是用和种丝瓜一样的方式做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佛手瓜太皮实了 枝芽生长旺盛 组织受损 剪掉重来也完全没有问题 想把它种坏可能真的不容易 第三个原因是 我的产量也就是中规中矩 没有一颗能结几百个的结果 两颗结了一百多个 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刚刚到了极格线的水平 第四个原因是 这次并没有认真对待 也确实没有时间认真管理 大家可能知道我用下班的业余时间 维护这么大的菜园 种这么多的菜 花在每种菜上的时间和心思是非常有限的 对这些大型爬藤的瓜类更是如此 除了常规的非常重视底肥和早期整肢以外 维护管理的工作很少 后期追了肥 偶尔会清理一下根部和底部发出的侧枝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位置有小型喷罐胶水 不过是手动的 没给它装定时器 所以经常都会忘记浇水 佛兽瓜自己的生长能力太强了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基于以上的几点 我觉得还是佛兽瓜自己的功劳居多 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必要的工作 佛兽瓜就抱以逃离 倾囊相赠 所以说佛兽瓜真的是非常适合种菜新手的蔬菜 也会让种菜老手的初次种植充满惊喜 它比丝瓜苦瓜还容易 真的是好重省事 结果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